化成了感恩的心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八观斋戒 其中也包括在家居士的菩萨戒 现在是第一讲 请各位居士和长 我们一起来念开经纪 大家和我同时念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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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下面请大家打开八观斋戒的第一页 我们先来讲布施的利益 大制度论是龙树菩萨为我们这个时代所讲的一部妙点 论中说 出家众持戒 居家众布施 菩萨的语言做我们后学的印证 布施中分为三种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一财师 以财务金钱送给贫穷之人 使其能养活色身 治疗疾病 以培养我们舍掉贪心的念头 地藏经云 舍一得万报 不单今生和来生能得财富 而且我们财师生生世世能得大财富 财布施必定得财 什么叫布施 布施就是第一财师 第二法师 第三无畏师 财师就是把自己的金钱 技术 精力 时间 布施给其他的众生 不仅是包括穷人 也包括富人 也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众生 好比说我们为动物施食 哪怕我们是给小蚂蚁 布施一块糖 布施一小块瓜皮 布施一点面包渣 几厘米 这都叫布施 都叫共养 事情虽然小 但是呢 你也为自己呢 修了福报 如果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布施很多的钱财 来修建一座寺院 一座塔 一个殿堂 一个道场 都可以 完全是随着自己的能力 来进行布施 为什么要修布施这个法门 是为了对峙我们的迁滩 迁滩呢 就是小气 吝啬 不肯帮助别人 你这一世 有钱财 不肯帮助别人 那么你来世 就没有别人来帮助你 你就会贫穷 我们有的人 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 总是有很多人 不知道为什么 主动就来帮助你 我们平常说 这个人心好 跟大家呢 没有意见 所以有了困难 大家会帮助 这是这一世的因缘 其实这个人往昔往失 他可能经常地周寄别人 帮助别人 因此他这一世 遇到了困难 就会有很多人帮助他 甚至当他的生命 受到了威胁的时候 也有人会出面解救他 这都是以前的 布施的因缘 种下的善根 我们这个世界 叫做五着恶失 我们这个世界 无常 众生经常遇到 和感受到 各种各样的痛苦 每个人都是这样 从小孩到老人 男女老少都是一样的 贫穷的人有痛苦 有钱的人也有痛苦 有的人可能不太理解 其实大家想一想呢 这个事情不难理解 你没有钱 你就是自己困难 没人抢你 杀你 绑架你 如果你有了很多钱 有了大的财富 有一些人 就会非常照顾你 然后呢 想办法逼迫你把你的钱财交出来 你要不给的话 那么就绑你家的人 绑你的小孩 给钱就放人 不给钱撕票 这个威胁很大 因为不仅是威胁到生活 他直接威胁到生命 另外如果一个人挣了钱以后 很多的方面啊 都会来向你要钱 这个地方让你捐钱 那个地方让你上税 还有种种的单位或者个人 都要要求你来帮助 你没有钱 你不知道他有多烦 所以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痛苦 那么没有权势啊 好像也有痛苦 因为办事很不容易 求爷爷告奶奶 那有权势的人呢 有没有痛苦呢 也仍然有痛苦 因为还有比他更有权的人 随时可以把他罢免 他也处在战战兢兢当中 说不定哪一天 乌纱帽就没有了 凡此种种都是苦 那么这些苦如何能够去除呢 我们就要学习布施 因为你布施了以后 你这笔财富 他不是没有了 这个大家的平时的观念呢 是有错误的 佛说的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这一世的钱财 很难保持得住 贬值 这个货币呢 放到那里慢慢的就不值钱了 这个事情全国都这样 你没有办法 再说碰到经济危机 所有的人的经济都不好了 不是一个人 这叫财物啊 不坚 不坚固 因为无常 可是如果你布施了以后 你不单财物坚固 不单今生 你可以过比较好的生活 因为当你困难的时候 一定有人帮助你 而且这个财富会随着你的生生世世 提供给你 这是最保险的银行 世间的银行可能倒闭 这个银行永远不会倒闭 而且这个银行给你的利益 是非常非常优越的 是世间的银行的利益 无法相比的 这里说舍一得万报 而且呢 修福报在佛教里面 还有种种的方法 并不见得你一定要掏钱 你不掏钱也能修福报 好比说你随喜功德 别人做好事你欢喜 你赞叹 你替他宣传他的美德 比如说有人建寺庙 出很多钱 你没有钱 但是呢 你随喜赞叹 这样的话 你也同样得到了很殊胜的福报 另外 我们念佛号 我们诵佛经 我们持戒等等 都能够修福报 念一句阿弥陀佛 不但能够消灭八十亿节的生死重罪 而且来世都能够得大富大贵 有的人学习比较狭窄 只知道念佛能够往生 不知道念佛也是修大福报 只知道念佛应该发愿往生 不知道呢 念佛也不见得一定要往生 你可以求来世 在人间的大富大贵 前提是你能够持五戒 来世你能够得人生 如果你来世连人生都得不到的话 那就很难讲 但是念佛的人 一般来说 如果不犯比较大的罪 那么一定能够再得人生 所以大家如果懂得这个道理的话 每一个人都应该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念佛 你念阿弥陀佛也好 你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好 念药师佛也好 念观音菩萨也好 大师智菩萨也好 念任何一尊佛菩萨都好 不过呢 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乱念 要专念 你选择一尊佛菩萨 以后在很长的一个阶段 就只念这一尊佛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念佛也是修定的一种方法 如果念的很多 这个定力呢 就不容易修起来 如果只念一尊佛 或者菩萨 这个定力就比较容易成就 以后呢 我们在后面的讲解当中 会比较多的给大家讲 关于念佛法门的一些 比较详细的地方 这里我们就不多讲 下面我们再看法 等下来 我记得你 感谢观看